POP大国民 请听蔡师平 哈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六点到七点钟的第二段的节目 今天在第二段的节目里面 我们真的各位请来的一位超级大国民 我在几年前曾经在我公事的节目里面访问过他 那阔别了几年 再次的看到他 我非常开心 那他的记忆 他的对于传统记忆的这种传承 连续三代 从他们家族开始 三代越做越好 他就是国保级的一师 叶明吉先生 叶老师您好 明吉兄您好 蔡老师好 各位观众 不是 听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样又有观众 现在都有观众跟听众了 没有问题 真的很快 几年前访问你 对不对 越来越好 这一次我们也是请到了叶明吉老师 是因为他刚好在北部 在监察院 各位知道监察院是一个 我们国家级的这个古迹了 对 他们刚好监察院有一个工程在运作 就请到他来负责 那趁便我们又再次的把他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那当我们说叶明吉老师是国保级的一师的时候 绝对不是客气 我简单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他呢是洪华 就简年大师洪华的迪传的再传弟子 那他的祖父 从这个叶老师祖父开始 从这个叶宗 叶宗 然后到他的父亲叶金禄 再到他已经是三代做这个简年艺术了 那什么叫简年艺术呢 我们让叶老师来自己告诉大家 当我们说简年简年 因为我为什么说让叶老师说呢 因为我访问过他 我当然知道什么叫简年 但是让老师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简年 如果说从字面上来简 又简又年 他来讲是简简年年 但是简年简年 可能大家不太懂他这个一个尊有名词 但是如果说告诉各位朋友说 在你们家附近的一个寺庙 你往台头你往上面看 他有非常多的那个葫芦兽三星啊 龙凤啊 宝塔之类的那些东西 那个就是简年 那就是最基本的简年 叫简年 所以简年这两个字是在很早就有的名词吗 对 它是直接翻译过来 直接翻译过来 对 台语怎么说 简量 简量 那台语称你们做这个手艺的师傅 怎么叫 简量塞 简量塞乎 简量塞乎 所以他直接从台语这样翻过来 简年 所以你晓得在国语里面发音 如果看到简年两个字 很多人会有点疑惑 会觉得简年 对不对 又有剪刀 又是黏 又是酱油 又是那个错了 它是传统庙语上面的这些简年 可是它之所以称为简年 各位要知道 它真的是有简有年 对不对 因为那些东西适用一些 你们适用 我知道有 我直接访问你的时候 以前有的人适用一些碗 对不对 碗 瓷片 对对 把它一片一片剪下来 对 然后再把它粘到上面 构成一个图案或构成一个造型 其实这些我必须要补充一点 是为什么它叫简年 因为简年它是从中国大陆过来 但是其实它在福建地区 它是叫简年 因为福建它是讲那个 讲闽南话 讲闽南话 简年 但是在广东地区它叫做坎词 这有一点点接近那个 它更接近它的意思了 对对对 它有讲到词的东西了 对对 它叫坎词 对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讲法 但是所谓我们现在统成简年 就是用那个闽南语发音叫简年 简年 简年 对 但是其实简年它最早它是从 因为从应该是从明代就有了 现在历史可以追到明代 对 如果是说在中国大陆那边是明代就有 但至于说多久可能也无从考据 但我们台湾呢 台湾是从那个明末清初才带到台湾过来 因为有妙语 就理论上有妙语就应该有这样的简年的技巧 对对对 那发展到现在为止 它有没有一段危机过 比如说几乎要没落了 危机 现在就是危机啊 目前就算吗 对啊 现在是蛮严重的危机 你所谓蛮严重的危机是说 这个传承没有人了 还是说现在的妙语根本就不太 不太走简年的这种传统了 都有了 两个含义吗 都有 因为可能必须要解释一下 不然可能各位朋友里面可能不太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简年 就是可以区分为传统简年跟现代简年 那我们知道简年它最可贵是一个传统简年 传统简年它就是说 从之前我们早期看到的 无论你用什么材料 它都是由师父一刀一简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留下它的一个记忆 就完全是手工的 完全是手工的 手作手工 但是可能在大概三十几年前吧 就是有非常流行一种材料叫做灵堂简年材料 灵堂 对 哪两个字 灵是 它灵堂它也是 怎么讲 它也是一个动作的一个区分 台语叫做灵堂 灵堂 对 灵堂 那灵堂是一个动作 对 就是灵 就是它是 就是在指那个诱药 要淋上诱药的那个过程 好 然后去咬上那个叫灵堂 灵堂 对 那灵堂就是灵堂 那灵堂简年的话 它有 我们知道灵堂有分 又可以区分成两种 就是一种是高温的 现在叫做灵堂的材料 一种低温的叫做焦紫堂 焦紫堂 对 就高温跟低温的差别 对 低温就是焦紫堂 那低温的焦紫堂 它会比较古朴 对 那高温的灵堂 它会比较鲜艳 对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区分呢 因为这 这些东西它都是 比如说用灵堂来讲好了 灵堂它就是 为了要 让你的整个减年的一个成本降低 而你的减年 它又要增加它的那个强度 又要降低它的成本 它的售价 又要降低它的技艺 就是不用那么难 所以它就开发出一种叫灵堂的东西 那灵堂就是模具一类的东西 我懂了 它是用模具 对 它是用模具 那你就可以大量生产 那去灌浆 大量生产 然后开发出的东西 所以我知道了 也就是说 各位可以体会吧 这很像很多的手工艺品 一定是同样的道理 我原来用手工艺做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每次做一个 可是做大量的模具的时候 它可以大量生产 那结果其实就会变成 规格化了 对 而少掉了某种个人风格出来了 对 当然是一个危机 但是就成本上来讲 它的确变便宜了 变便宜 变便宜了 可是那这个危机在三十多年 已经有了以后 在三十多年来 就一直都是这样子吗 就是 一直的重复 对 那为什么还有像 包括您在内 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 手作的师傅们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一刀一剪 继续这样做 而且还能够继续生存 那为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坚持 因为我记得我当初 我爸把我拉下来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不要做南腾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南腾的东西 它会抹杀掉解年的记忆 因为你变成你没有办法去传承 您父亲就不是做南腾的解年吗 他是做传统解年 传统解年 对 但是在三十几年前 就是说南腾开始风行的时候 就变成说 因为它比较便宜嘛 它又快速嘛 然后又快速造成说 它又不需要有多大的记忆嘛 因为你只要打个电话 去到材料厂 说我要什么样的东西 你帮我送过来 就变成说解年的一个东西 它变成一个装配 就把那些东西 把它装上去而已啊 那这种记忆的话 变成说它没有困难度嘛 那没有困难度 当然它会造成 整个一个技术的推积 好 那我们现在再让各位对比一下 所以你跟您父亲 你们用手做的这种解年 你们就完全不是 对 我们完全是 你们是一个一个的 纯手工 纯手工 这样来慢慢的做 对 好 在我们现场的是 国宝级的艺师 这个叶明级老师 在我们的现场 他跟我们谈的是 解年 很有意思吧 透过 待会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现场 包括脸书的直播 让各位来看到 什么叫解年出来的这个作品呢 马上回来 谢谢 好 现在如果是透过这个 直播的这个 频道来看我们的节目的人 就现在就有福了 为什么呢 我在访问这个国宝艺师 叶明级先生的时候呢 在这一段 我们放出来了一个 他的作品 这个作品呢 各位乍看之下呢 是一条龙 但是呢 稍微懂一点古董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 他跟如意的造型很像 没错 他就是把龙跟如意 合在一起 不过呢 刚才叶老师 有特别跟我解释说 但是我们在 在讲这个名字的名称的时候呢 你不能讲叫龙如意 因为他这个龙 要加上一个玉子旁 就是王之鞭 变成龙 所以台语 各位念念看 对不对 叫做龙如意 对 就是一切都如意 一切都如意 这就是最非常典型的 传统的简年艺术 对 好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他所谓的传统 那他这个是用什么材质 因为他目前 我们做作品的话 他是用玻璃 传统是用玻璃 就是在传统的 也不是说传统是玻璃 因为其实简年 它是复合材质 但是有很多材料 他可以用 但是我们目前呢 我们用在做创作 我还是觉得用玻璃 因为玻璃 它可以做得比较细腻 因为它比较薄 而且玻璃 你做作品 因为你作品 不可能放在太阳底下去 那个日晒雨淋的 不可能 我懂 就是说做成作品的话 对 他用玻璃是很好的 他是很好的 那如果现在在庙宇的 屋顶上那些 那现在他们有什么材质 我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碗 碗 对碗 但是因为我们乍听之下说 碗是我们吃饭那种碗吗 不对 因为早期是用吃饭的碗 但是现在已经改良到说 我们用特制 用去定制的 我们专用的简年 用的一些齿碗 我懂 对 那简年用的齿碗呢 它只有一边上右 它的内层 它是没有上右 对 因为这样它比较有个抓力 它才不会掉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简年 就是用这种齿碗 一片一片的把它剪下来 对 然后再有粘嘛 对 再把它粘在 粘上去构成一组 你要的图案就对了 对 这就是简年艺术 一个比较简单 直接的说法了 对 它用的是齿碗 简年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龙如意 这个龙如意呢 它是用玻璃 对 它是用玻璃 好各位其实在画面上 就可以看出来了 你看这个龙的须 龙的这个角 然后龙身上的这个灵纹 对 龙灵 灵片 然后到它这个 整个的这个龙爪 到龙尾 然后再到它底下呢 做了几片那种云 像那个云朵一样 对 那云朵做的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看过 我开玩笑讲 周星驰的电影 那个县太爷后面 做的那个屋顶上面 那个清天大老爷的 那个云纹 就是差不多这个造型 对对对 或者你看过这个 日本的像这个 葛世北斋 他们的这个 冲浪 神奈川冲浪里的 这种造型的话 你看那个浪 浪的造型 跟云的造型 都很像这样子 对 都很像这个造型 对 这非常漂亮的一个 那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你通常要多久时间完成它 其实我们在创作 并没有说很刻意的 去算它多久 因为你可能做这个同时 也会在忙别的工作 对对对 有空就回来做一下 所以做作品 大部分都是 比较有空档的时候在做 好 那我再问你 那颜色是怎么做出来的 颜色是怎么 怎么烧子出来 或怎么样的染出来 其实它玻璃 它本身它就是原色 就是原色 对 就是我们去定制的时候的话 它那个玻璃 我们就要求它是什么颜色 因为它玻璃 它就是玻璃砂 加上它的一些色粉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比如说龙的 龙角这边的颜色 或者是龙鳞身上的这个绿色 那个云层的白色跟蓝色 这都是原来就 它帮你喷好 没有 不是不是 我就是要问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龙的身上的一些绿片 那些是玻璃 对 是玻璃没错 对 那其他是泥缩彩绘 其他是泥缩 那可是我听说 那玻璃上的颜色是 就是原色 它就是原色 就是原色吗 对 因为基本上我们玻璃是不上色 因为你假设玻璃上色 它不会反光 它不会透光 所以它是原色 对 玻璃的色调 那为什么我们看它有那么多层的颜色呢 因为它就是有很多种不同颜色的玻璃 去把它 把它组合晕开的 我懂了 我刚刚因为看到这么多颜色的时候 我才问你说 那个玻璃上是怎么上色的 原来你告诉我说是玻璃 玻璃是不上色 玻璃不上色 对 好 那我要问你的原因是 简年可以做到多大 简年可以做 比如像这个艺术品 它可以做到多大 简年你要做多大都可以 它可大可小 因为简年它不在乎它多大 它只在乎它做很小 因为越小的简年越难做 越小 对 好 你是几岁才开始接触简年的手艺 简年是从我懂事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触了 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从事它 对不对 你会做简年 但你没有从事它 对 因为你刚刚也告诉我们说 你其实是后来 你爸爸把你抓回来 对 那时候你三十几了 我三十四 好 所以换句话说 三十四岁之前你会简年 对 但是你没有做这一行 对 你那时候做什么 我做营造 做建设 哇 我在盖房子的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 如果那时候你没有被你爸爸抓回来的话 你营造业赚很多钱 如果顺利的话 好 对 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你就说 如果说你是在乎事业的成就的话 其实当时做营造 很可能赚的钱是最多的 对不对 最容易赚的 但是像你刚刚讲 也要看看 看实运了 但是做简年的师傅 相对来说 收入就没那么好了吧 其实的话 就是要看你 把他定在什么样的定位 比如说你父亲在做的时候 他的长年的收入算好吗 其实也算不错 也还不差 但是如果说要用那种 建设公司的财团的一个角度去看 当然他是 是微不足道 但是如果要看用一个人的成就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用成就来看的话 他是比那些财团更好 好 我喜欢这句话 我喜欢这句话 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想一想 你也许可以赚很多的钱 对 但是就一种某种个人的成就感来说的话 到底他不一定就用金钱来衡量了 对啊 因为我总是觉得一个人 奋斗了一辈子 然后你到走的时候你是要留下什么东西 你是要留下你的名 利还是说你要受人到景仰 现在像比如说我爸来讲 他现在走了嘛 那我在坊间我实际上听到说 哦 你们爸爸装有名的 你爸爸是国宝 啊 六三啊 就是歌功颂德嘛 那光是你如果说依照一个你一个后代子孙的一个角度 你听到说有人这么歌功颂德你的祖先 那当然我们会予有荣烟嘛 所以代表说这个名呢 他是可以延续好几代 但你父亲当年为什么会做景仰师 也是因为你的爷爷交给他 因为是我阿公啊 阿公交给他 对啊 是啊 好 那我就要再往前推了 那你阿公为什么当时会做景仰师 我阿公当初就是那个洪华嘛 洪华老师 对 因为那个洪华老师他就看中他 他就觉得说我用敏仰语讲 你讲 当初 这是我爸讲给我听的 他说那个洪华说 他说那也是我阿公说得听 因为洪华他有一个案长 他在做一间寺庙 那做一间寺庙呢 他会找他的工班嘛 那他的工班就是找那个陶醉的 就是做那个泥座粉刷工程 陶醉的 陶醉的 那个陶醉的 就是我阿公的哥哥 然后他就去帮他做陶醉 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日据时期 可能也没什么工作机会 那没什么工作机会 就是他把我阿公带去 哥哥就把弟弟带去了 对对 因为他们年龄可能也相当 大概四十岁吧 那把我阿公带去呢 去当小公 那因为我阿公呢 他很喜欢看一些布袋戏 对 他看布袋戏 然后看一些 看一些那个 那个歌仔戏 然后他看戏他有个习惯 他就会在底下的地板 他就会画东西 开始画 那刚好被那个洪华看到说 哎呦 有天分哦 他讲的时候 比较接地气的讲法 说这个狗人啊 又不严重 又吃到乌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把他 把他纳入到他的那个门徒 然后开始教他 对 而且洪华他授徒呢 非常严格 因为他的徒弟只有 我们按照我们看到的一个资讯 他这一辈子只收了两个门徒 而这两个门徒都很厉害 都很棒 因为这两个门徒都有一个特色 都很会画 都蛮有艺术天分的 所以换句话说 你看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 对 天分 要有天分 要有天分 所以你阿公你看 他就是能够喜欢看这些戏的时候 他随手就会在画 对 然后这个画 你说如果这个天分 他就做别的工作去了 也许就埋没了 对 但是他刚刚好在那个场合里面 被洪华老师看到了 被发掘了 发现了 觉得说这个搞事 不错哦 用这个高孩子不错 不错哦 就接上来了 对 然后他就 可是学 当年他们当学徒 学这个很辛苦吧 会不会 跟着师傅这样子跑 我是觉得当学徒的 没有轻松的 对啊 没有轻松的 当年 现在也一样 当学徒没有轻松的 只是说现在当学徒 是待遇比较好 好 可是在那个年代 在洪华老师那个年代 他等于是三代以前了 对 台湾的庙宇文化 因为从日治开始 其实庙宇文化 还是在民间 非常的普及 对 再加上那个时候 也没有所谓的 像什么大量工业化的制作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所以那个时候的 这种师傅 应该是很夯的 很抢手的 台湾庙宇这么多 做不完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在那个年代 我们要回到那个年代 去看 这些做检人的师傅 他们蛮可怜的 这么讲 因为日俱时期 他是禁止让你修建庙 他有管制 因为他要皇民化 那当然呢 只是说都是做维修 没有办法说 像我们现在说 盖一个新庙 有好几个案件 他可以去盖新庙 当初是不行的 所以当初做传统工艺的 这些老师们呢 都蛮可怜 蛮辛苦 所以他们都要 身怀百般的武艺 我懂 因为他们什么都要 他什么都要会做 他不能只做这一个 对 他不能像 像这个 我应该这样讲吧 就好有一笔 像餐厅一样 现在分的很细 对不对 做主厨做主厨 然后呢 做行政主厨 像是分工分的很细 做甜点的做甜点 对不对 以前哪有办法 没办法 就一个人全来了 对对对 他只能这样 他才能够生存嘛 对 但现在分工分的细了吧 对 现在分的很细 但是在当初的一些 老师傅 他们都厉害 就比如说 我举一个 大家耳熟能响的一个 超级人物 那个叫潘丽水 嗯 那个 潘丽水 国宝级的潘丽水 嗯 潘丽水 其实潘丽水跟 跟他的爸爸潘串源 因为潘串源是 是跟我阿公他们那边 他们是 是类似是同辈的 嗯 但是在他们早期呢 他们是做门神彩绘 做什么嘛 我知道 但问题是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case 可以做 但是他们平常 他们做什么 因为总是要 要养活 一家老小嘛 所以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 画 广告 看板 然后有case 来的时候 再回来 那像我阿公他们呢 他们没有 寺庙的case 做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 泥 做粉刷工程 陶醉 就会有一点相关 对不对 有一点相关 但是呢 他要必须维持生活 所以就各位都知道 这个传统的技师 传统的技艺呢 都是在这样一个 艰苦的过程中 慢慢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在我们现场呢 是国宝级的艺师 叶明吉老师 他的减年手法呢 现在是一流的 马上回来 好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是减年师啊 国宝级的艺师呢 叶明吉老师 他们一家三代 都从事这个减年 老师 我刚才看你这个 还有看一些这个 你带来这些图册的时候 我刚才好奇想说 他有人会一定 有些听众或观众会说 那这跟什么胶纸桃啦 有什么差别 因为他乍看之下 他有时候会分不清楚 但事实上各位刚才 已经听清楚了 他是玻璃 就是减年是玻璃 而且减年是用减又年 把它慢慢这样 拼出一个图案出来 或拼出一个人物 拼出一个图案 拼出一个作品 胶纸桃不是 胶纸桃是烧出来的 对 它是烧出来的 但是胶纸桃跟减年之间 还是有一个关联 对不对 对 什么样的关联呢 可以跟各位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一直会认为说 奇怪 那减年它是从哪里出来的 为什么有减年 我偷偷告诉你们 减年是从胶纸桃 演变出来的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胶纸桃是烧的 对 那个可能要从一个年代的历史来看 因为早期的胶纸桃呢 因为整个摇烧设备非常的不好 对 然后再包括说 它能够使用的颜料 也非常有限 因为它的颜料都是矿物质嘛 那当然最主要是在于它的凉率啊 因为它的凉率可能 可能是不到两层 失败率很高啦 对那代表两层的凉率 代表有八层的不凉率 就烧坏了 对 那怎么说它会有这么高的不凉率呢 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的那个摇烧设备 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用那个 用瓦斯摇 用电摇 用恒温嘛 可以控制它 对 那我们知道烧一件东西 它必须要在你的一个 那个摇的那个内部啊 你必须要均温 对 这很不容易 对 你必须要均温 在柴烧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你要均温 你用柴烧 你用均温 怎么办法让它均温 我们知道当初的一个设备 就是用很简单的 底下就是用一些砖块 然后砖块上来就是用 那个叫什么 那个火炉 下面不是有个那个托机吗 楼机 楼机 就是一根一根那个楼机 那再上来就是一个铁片 那铁片就四周围把你保起来 那最上面是盖起来 那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底下 因为我们知道当初早期的胶纸桃 它必须要烧到七八百度 那七八百度 你要如何让它烧到七八百度的均温 很难 所以我们记得说我们 我们如果说中秋节 我们家家夫妇都有在BBQ BBQ我们在烤香肠 那烤香肠 如果说你可以把一个香肠 烤到非常的金黄 而不会有烧焦 那是非常专业 那很不专业 那就是你要非常的专注在那里 一直瘢火这样一直翻 一直翻 所以它代表说它底下的烫火 它不能烈火 它要温火 但是你温火要如果烧到七八百度 那要烧很久 要烧好几个 可能要十几个小时 我去看过几个用柴烧 做艺术创作的师傅 他们常说他们每次把这些茶具 茶壶放进去烧 柴烧的话量 他们几乎都两天不眠不休 那眼睛都是红重的 因为就像你讲的啦 他要随时注意那个柴烧的木材在进去 一直保持那个均温 然后稍微发现到有点不对的时候 他们就要再继续 所以不容易啊 非常不容易 但是你电窑或者是瓦斯窑 就相对来说就容易多了 因为电窑或是窑 那个瓦斯窑它可以设定时间 对 没错 好 那现在重点来了 正因为是当时的这个 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 包括像不良率 不良率那么高 对 所以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跟解年 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做的十件作品 我送进去窑巢 可能出来只有两件是好的 那其他八件可能有归裂 或怎么样 但是我们会想到说 就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偶 他规裂的地方就是 他的一个手臂的地方 他裂掉了 但其他地方还不错 对 其他东西是好的 但是你如果把他丢掉了就可惜了 但是我们会觉得蛮可惜的 你把他丢掉了怎么办 我懂了 这时候 这时候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想说 刚好看到旁边有一些瓷碗片 或者蛮亮丽的瓷片 那些花瓶类的东西 说不定可以用得到 如果说这个手把它去掉 我用这个东西把它接一接 然后用那个泥土把它塑一塑 应该也不错啊 因为它也可以用 这是一个成本概念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 简简粘粘 所以才叫简粘嘛 简简粘粘切一切 把它拼做上去 诶 不错呢 就是因为不错的话 它就开始流行了 那流行到最后就变成说 那我们干脆不用摇烧了 我们直接用简粘的方式 直接用花瓶啊什么的 直接把它凑出一个人物出来 这个就是简粘 所以在庙宇上面 我们看到的有些作品 有些这个神化人物 或者神级人物的这种造型 其实也就是这样子 用简粘把它一块一块的 就整个做起来了 但是我很好奇 它既然是简粘的对不对 对 可是它在屋顶上面 风吹雨打日晒 它还可以维持那么久 那那个粘是有什么粘的当时 尤其像这个你说 一百多年前三代以前 它用什么方式 什么粘去粘它 因为早期的材料跟新的材料不一样 因为早期的材料 它可能用的不多 所以早期的材料大部分 比较 它都会用那个三合土 三合土 因为早期也没有水泥 对 所以早期他们大部分都会用 第一个最常用的就是 餐头 餐头 就是那个农田里面 到底不是都有一盒 有些黄土吗 对 原棉棉的 对 那那个黄土呢 你就必须要先来做养护 养护就是说你要泡水啦 什么 因为那些土泡久的时候 他们就有粘性嘛 就会好像有点那个沦头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它会加石灰 石灰早期都是贝壳灰嘛 因为石灰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贝壳灰 一种是矿物石的 但是我们台湾比较多用的 大部分都是贝壳灰 它会加上贝壳灰嘛 那可能它会 如果说按做一些比较 比较大面积 比较不需要那么精致的 可能它会加一些稻草 然后比较精致的 它可能会加一些麻笼 因为就是知道多一些 它的麻筋它比较不会归裂嘛 对对比较那个 对那那个再来一个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你还在加什么 让它有粘性 有的会用那个糯米浆 但是糯米浆台湾比较少 因为台湾是一个蔗糖的一个产出国嘛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糖浆 糖浆 对 它再加糖浆 然后去熬制出来的一个东西 这是传统 那现代做你们做检验呢 现在的话就是会直接用水泥沙酱 水泥加沙什么 水泥 然后再加沙 沙 然后就是 我刚刚那个沙头土 我少讲了一个沙 细沙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沙会再加一些水泥 再加一些那个白灰 然后会再加 你要加的一些那个麻笼啊什么 那它也会加 看你 对 然后现在是会加海菜粉 海菜粉 但是我们海菜粉 海菜粉不是我们在吃的那种海菜 它是一种化学性的 它是一种缓泥剂 对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现在的减年的牢固性就很 比以前强多了吧 是比以前强 但是水泥它有个寿命 还是有寿命 因为那个普湾水泥它的寿命是60年 对 那也不是说它60年后它就就不好了 它就是会慢慢的退化 所以这时候还要再做修补 那当然如果超过100年 它可能它就会 那个整个材料它会起化学作用 对 各位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现在请来这个叶老师呢 开始讲到另外一个重点了 所以换句话说 那过去有很多的古迹 那它事实上它需要修复 对不对 让它继续的存续 那可是这种修复呢 我们晓得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悲剧 就是找来的人呢 可能完全不懂这个古迹 就搞到这个乱七八糟的 改到这个面目全非的都有 对 可是现在因为我们有文字法了 对 各种的这种相关的这个规定了 所以它现在规定的很严 比方说像叶明吉老师 最近在做监察院的案子 很明显监察院是个古迹 所以它要给谁来修 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定 对 那个就是所谓的议师扮演的角色吗 现在的古迹 就是我们有分国定古迹嘛 还有市定古迹 还有历史建筑 因为是一个它的重要性 那当然它这个古迹 它不同的重要性呢 它有不同的一个流程 有不同的专家学者的审查 像比如说监察院 它是一个国定古迹 对 什么叫国定古迹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级和二级古迹 那什么叫市定古迹 就是三级古迹 那三级古迹再下来就是叫做历史建筑 对 那国定古迹它必须要经过专家学者的一个审查 就是你要来修复的匠师呢 你营造场要投标之前 你必须要附上这些资料 说我要找谁来修 然后一个专家学者 他们会来审查 那审查委员他会看说 你列出来的这些人员 可行不可行 因为你过四个匠师 也有分了好几几 因为他有一几 二几 三几 四几 他有分了好几几 那当然呢 古迹都有分几的 匠师也有分几 所以他会去认定说 如果找谁来修 可以吗 因为一个国定古迹都是 都是一两百年以上的一个东西 我要把它交给一个 我不认识 我不专业的人 可能专家学者他也觉得担心 对 所以他们对这方面的一个人选的选择 他也是蛮严谨的 好 那你们被授予 要来修的时候 对 那整个的过程 也还随时要那个吗 要一段 就是说可以照自己的想法 还是说 比如说你的原则来看 当你们寿命要修复 这些古迹的时候 你通常是怎么样子着手的 是修复到 你的原则是什么 是修复到 尽量以他原来的材质 原来的模样 对 接近 还是说 那但是总共碰到一种状况 有些材料的确没了 那怎么办 没有 像这个问题的话 修复比较是很专业 但是我用比较简单的讲法来讲 其实修复古迹 你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 修复古迹的最高指导原则叫做修旧如旧 修旧如旧 对 这是对的 因为他原来的风格怎样 你不能够说 因为我觉得他风格不好 我就把它改掉 这样不行 对 因为你把它改掉之后 它就不是古迹 对 对 因为我们要找出它的风格 只是说要找你来把它修复 对吧 那因为不同的风格 我们就 接近要让它 让它跟原的风格是一样 但是现在就讲到一个材料问题 假如说 真的没有材料 那没办法 那可能就是要跟专家学者 跟建筑师 跟营造团队 来讨论说 现在这个材料真的没了 那我们要如果用一些 比较替代性的材料来处理 那个必须要开会 OK 不然原则上还是要修旧如旧 反正就是 我想也是一个对的原则 你如果是修旧如新的话 那就完蛋了 古迹就没了 它就不是古迹 我们过去也发生过 不是没发生过这个悲剧 包括我们台北的城楼 有一些就经过修复的过程以后 大家发现到说 不对啊 本来是闽南的建筑的风格 怎么突然跑到江北了 就是北方的风格出来了 这样子就不对了 在我们现场的是 简年师 叶明吉 哪里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如果现在有一些听众朋友 觉得很好奇 以后他们可以在哪里 可以看到你修复的 或者是你创作的作品 如果说在北部的话 我们北部是比较少 那北部最有看头的 应该可以去看那个 我们新庄的慈佑公 那个已经做二十几年了吧 好像台北的迪化街 古厝那边 古厝也有 也有的作品 不过是哪一栋我忘了 好 那然后在南部就很多了 对不对 南部的这个台南市的赤坎楼 武飞庙 对 这都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对对 然后这个南昆森的这个戴天府 对对对 这都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工会堂啊 什么那个 蛮多的蛮多的 然后草屯也可以 草屯真的那个芙蓉堂 对 也可以看到这个叶老师的作品 好 我们进入广告 回来 待会还一点点时间 好 到底我们面对传统的记忆 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些年台湾是进步很多了 但是呢 还是同样一个问题 它面对的是国家的法令 有没有更明确 能不能够对这个古迹 历史文物有更多的坚定的信心 那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钱 你不要光规定在那里 就没有资源给人家 也很难做 这两个是国家要做的 另外一块就是人才的培育 现在有了国保 艺师在这些的认定 所以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鼓励 但是如果没有年轻人 继续接手的话 他也很麻烦 我请教你 叶老师你是家族 对不对 到你第三代 对 那你现在有在训练 或者教一些年轻一辈吗 把这个记忆传下去吗 我教学生 教学生是有 但是如果说学徒的话 因为学徒可能对 对你一个师傅来讲 所谓师傅 就是我受徒的师傅 他可能会有压力 为什么 因为你教学生 你没有压力 因为教学生 你不需要去负担他的生计 但如果跟着你的 那教学徒就有了 对 所以说现在的一个重点来了 就是说 我知道蔡老师 你想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要如何的延续下一代 让这个简人 它可以继续的延续 可能这个就必须要工部门来大力帮忙 你会担心吗 你会担心 我非常地担心 不是担心 是非常地担心 可是你现在做这些工程 你一定也是有个工班 有工班 那工班里面的人 没办法传承这些东西吗 因为所谓的传承必须要要有个正统下来 那一个工班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工班 它是有好几个流派过来的 过来整合 那过来整合 因为其实他们所赋予的 不是说像我们这种使命 他们只负担他们的家计 他们把他当工作啦 对 因为他们只要我来负担家计 我来赚钱 我养我一家老小 但是我的责任不一样 那像在台湾 像你这样子的所谓的减年议师 很多吗现在 减年是蛮多 但是它有分层级 我懂 有分级嘛 它有分层级 那现在这些平均年龄 大概都在多少 就你所知 好像我最年轻的 真的啊 那其实就是像你讲的 那其实是满直的关切的 文化部长 文化部长 政部长你要听到这一段 它就是断层 对啊 是断层 对啊 因为我总是觉得说 因为现在整个业界 99.99%都是灵堂减年材料 但因为灵堂减年材料 它留不住这些传统记忆的 这些传承 它没办法 但是要如何把 我们传统减年把它拉上来 能够让它永续经营 这是我们要拜托我们的那个文化部 对 你必须要让它有一个很完整的通路 讲了这些时候都不是一个嘴巴讲一讲 你要有实际的政策 实际的资源要撒下来 他才会来学嘛 不然后 对不对 我学了这个 我也不晓得将来出路怎样 那爸妈也不会让他来学啊 对啊 因为一个记忆的传承 你必须要让他有通路嘛 那你没有把通路打开的话 你光是靠这些从业人员他们去努力 有用吗 因为大家总是要吃饭啊 我们希望这个叶明杰老师继续努力 最后问题请教你了 对 像你现在还年轻力壮 那通常这个减年师傅 我现在不年轻 百分之百的一个减年的一个记忆 因为减年的养成是很不容易啊 好 各位在画面上 如果仔细的看一下 我在跟这个访问这个国宝医师 叶明杰老师 我们两个对话的中间呢 有这个龙如意 龙如意啊 这一个作品 各位就可以感觉到 减年艺术是多么的 台湾味好重 而且呢 又非常有质感 再次谢谢叶明杰老师 很开心 很开心 今天在广播里访问你了 谢谢 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 常来请你来聊聊这个话题 好 也谢谢各位的收听 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谢谢